好 那這個志偉 這個女明星是怎麼擬你的 那這個其實坦白講 如果你要真的講女明星 只能說她就是有過 上上節目的這種經驗 你要說她真的是一個很有名的女明星 她也不是 但是就是她因為到後來 就是精神狀況有些問題 所以就會催眠自己 我曾經是一個很美 然後很有名的女明星 就是她會這樣催眠自己 那等於是說 本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絡 那她突然之間就是在 就是我們都有臉書嘛 社群媒體 然後就是私訊我這樣 可不可以請我幫個忙 那我不曉得她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有耳聞說 她的精神狀態不是很穩定 那我們想說 對於精神狀態不是很穩定的人 我們應該要給予同情跟關心 所以我就 當然就有跟她聊了一下 那她就說 我想要付出這樣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經紀人 我也聽說你最近在做經紀這樣 那當然我不會想要做她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心裡很清楚知道她的狀態 你的狀態根本不可能 也不適合再出來 但是你又不曉得怎麼跟她說 反正她就是照三餐打電話給你 那我不接 她就是要打到你接 那比方說這個Message打不同 就是Message我然後找不到我 然後她就可能就Line我 那Line我找不到我 她可能就打電話給我 她就是會三步去 然後就是有時候很晚的時候 也會跟你聯絡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不接好像也不是辦法 我又不是欠她什麼幹嘛要怕她呢 但是接起來就是你會掛不掉 她就會一直跟你講一直跟你講 然後我後來我就失去耐心了 我就說我跟你講 你真的死了這條心 你要不要好好去找個工作 會比較好 就是你現在狀態 我覺得不太適合這樣 那她有時候就會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 哪個大咖的經紀人的電話 或什麼的 我說你要這電話幹什麼 她就說我可以去問問看 我有什麼機會 對 然後我可以變成是 臺灣的歐普拉 不死心 對 他就是不死心 他想要變成臺灣的歐普拉 對 但我今天講這件事情 我不是要拿出來講他笑話 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當一個人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該怎麼辦的時候 他就是隨便抓到 有一個父母 他就把你認為是他的救命符了 那當你被這樣子的人 我不要說纏住了 就是說你想說伸一把手 拉他的時候 有可能你會被他拉下去 所以所以我就只能不斷地勸他 那後來也輾轉有聽說 他其實精神狀況會不穩定 有一些跟就是家人的關係 然後他也有一個很不太好的婚姻 就是他有點被騙婚了這樣 那就是人家娶他 其實要娶我去照顧他的父母 根本不愛他的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遇到不同的人 就是有時候我們是基於同情或是憐憫 可是你有時候要思考 就是說你可以幫他或不能幫他 你要很直接地跟他說 那當他知道說你不能幫他的時候 你就不會面對像我這樣子 一直一直被騙 因為我就不太懂得拒絕 對 我覺得個性就不太懂得拒絕 好好先生 對 那你跟我要電話好 我給你 但請你不要說是我給的 對 因為要不然他就會一直盧你 一直盧你 所以盧到我實在覺得很受不了 那當然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那就跟我 他就跟我說我跟你講 我也是被他挪的 你怎麼有我的電話 不好意思 我不能講 但是他有交代不能講 但是他常上你的節目 他的這種 我不知道我現在想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但是我有碰過類似的 也是同業 他就是精神狀況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常常會打電話 一直跟人家求助 但是你最後幫助他 你幫他一次就是自己受傷一次 然後你會斷了一個朋友 對 可是久而久之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沒辦法跳出來 然後他一直打 一直打 就是跟你講 你所有的通訊錄的聯絡的方式 他會照順序一直打 打到你接為止 然後你連拉黑都沒辦法 因為他開始打給你太太 開始這樣 那我們就想要去幫他 但是他幫他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真的就像志偉哥這樣講的 其實我們最後都是反而傷到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有側隱之心 不過側隱之心還是要 用在對的地方 要找到一個最好的點 對 就是說我們也不是慈善機構 我們也不是聖人 也不是完人 所以我們可以幫人 可是要散酌自己的能力 就是如果超過你的能力 造成你的困擾或受傷的 還是要小心 對 那這個台北市有個計程車司機 他載到一位戴口罩的女乘客 然後他在行駛過程裡面 雙方跟司機都正常聊天 可是呢 女乘客啊 這個拿出信用卡付車資以後 突然很嬌真的大喊 不要 這個我不會講 對不起 文華你來講一下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已經盡力了 各位我已經盡力了 OK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子 這個很重要 來我們來看我們一起 授權中 來你看一下 180塊 哈囉小姐 小姐 哈囉 哈囉 喂 180塊 怎麼了 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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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你怎麼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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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你現在怎麼了 不要 不要 小姐你怎麼了 不要 我沒有 不要啊 幹嘛的 我這裡有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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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下車嗎 好 我這裡有錄影 有錄影 等一下 我這裡有錄影 你怎麼靠它 一下 你怎麼靠它 開來 我這裡有錄影 要 Mediterrane 我這裡有錄影 好 我這裡有錄影 還港幣 用來ば 你怎麼靠它 他要幹嘛 那個女生要幹嘛 三個字 仙人跳 一定是仙人跳 而且他其實他今天 他這個不禁止 他只有講不要 應該講不要挺 那重點是這個狀況是 一定是百分之兩百萬的仙人跳 他那時候一直在通話中 用手機你注意看他媽媽 我不要 有沒有 他要抓第三人 那第三人是不是真的 他媽也不知道 到時候只要一出事了 那個媽媽就會出現了 然後就是巨額的賠償 對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以前中國常講的叫碰瓷 就是設計一個陷阱 讓你往裡面跳 因為我們以前 碰過 我不是說過 以前還開過那種排班計程車嗎 有人跟我講啊 半夜啊 上過車以後 對啊 跟我講 我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有過沒有 那怎麼辦 他也跟你講啊 就坐到那邊 他說他沒有車錢啊 他就直接跟你 我想我最近碰過這種情況 就坐到定點囉 沒有車錢 然後就跟你講 不然有肚子 我碰過啊 那怎麼辦 做肚子 要做肚子 用肚子 用肚子 他沒有講的 他沒有講的很 我用肚子 你的肚子是什麼 就是用 來常在 用他的身體 來償還這次的車資 算算車資 就是要不及五六百塊錢 稍微遠途一點五六百塊錢 有些人就會 有些人就會那個 走偏了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就有碰過那種走偏的 就聽過走偏的 就一進去 衣服都還沒脫咧 門就被踹開了 人家就進來說你在幹嘛 對啊 就要你賠錢 五六百塊就做肚子 那剛剛國村那個四千塊 不是說怎麼肚子 五六百塊 五六百塊 我比較貴一點 對 我要六千 那個司機 幾千也反應不過來 反應不過來 這誰沒有人反應過 他鄉鄉 其實他不是拿電話 講說不要而已 他是一些 跑出那種 那種很奇怪的聲音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角度 那代表他真的是熟門熟路 那個司機 他不讓人家拍到對不對 不是 刷完卡之後 你看他只有一個角度 他手是往後的 可是他是不是遮到人 可是你就看到司機的手 是往後的 所以那個其實 就有讓人家想的空間 就說你手是在做什麼 他開始 不要 不要 可是看那個畫面感覺是不是 司機是不是手 有去碰到他 所以其實這個還好 是現在都有錄影機 剛剛就有問講司機說 我來考慮一下 沒有 我來考慮一下 之前有 有社會案件是怎樣 也有司機碰過 而且是車行的司機 他說很誇張是 他載那個小姐也是半夜 然後載到目的地之後 突然間 他下車的時候 突然間把自己的衣服都拉破 拉開 然後扣子都拉破 然後往外衝說 救命啊 是這樣叫的 然後那時候 其實所有的人都衝出來 當然是社區的人 就會衝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他那個什麼 那個司機說 他怎麼解釋 大家都沒有辦法相信 一個女生 好好的飄飄飄的樣子 他就碰到那個仙人跳 你覺得剛剛那個計程車司機 是年輕的還老的 沒有 光聽聲音 以身變人 應該是老的 為什麼 沒有 就是那個 音質其實感覺上就是比較 沈穩 比較有年紀 五六十歲了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會不會連 連那個對象都有挑 有挑 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反應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他才有空間 讓他在那邊演戲 國車會讓 如果碰到會讓他演戲嗎 因為他在這邊 然後他還說 小姐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身體不舒服嗎 不要 媽媽 他還讓他有空間可以演戲 我是覺得這個老輝 其實到後來他最後 終於反過來說 我有老子嗎 我有老子嗎 小姐你身體不舒服嗎 那小姐說我突然有感覺 你們這樣囉 這樣囉 這樣囉 國正你剛才這邊怎麼樣 如果是影片那個 我可能真的帶他去找媽媽 帶他去找媽媽 沒有 因為他喊著媽媽 我在想 我可能也會說 我沒有不要 因為就是當下 因為其實這影片 他前面我們都有完整 我們因為司機會有群組 所以我們都看到那個完整 其實他們一開始就是 其實是侃侃而談的 聊天的 還在聊什麼悠遊卡刷 什麼那個利息多少怎麼樣 他們是聊得很快樂 可是為什麼這麼一個 這個氣氛 氛圍就很正常 很好的很樂落 司機服務也不錯 他其實都很熱心這樣 刷卡裡面剩多少 跟他講 可是問題 他突然這樣子 我當下也會反應不過 可是如果我的做法 我可能會先下車吧 我覺得我會先下車 先那個 不是你有錄影 你不用怕他 對 是不用怕 那聽說有乘客要 你脫衣服看你的刺青 有啦這個就很多了 最近少了 人帥真好 沒有 因為刺青 如果他可能也是某些設計師 什麼就是會聊到他那個 就還好 那要賴是很正常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 他真的想要跟你搭訪 他就用那個方式 例如說你賴以後跟你叫車 然後我們也不好意思去拒絕 像我最近一次被要賴 他是要叫我去聽他的說明會 結果是投資的還是什麼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他不是跟我要賴 但他就是 我到了 因為跟他聊很快樂 他要去很遠的地方 那是七八百的車資 然後他就說 那個司機你有沒有指 他要寫東西 我就趕快車頭立動 我就撕一個紙條給他 然後我就說他筆借你這樣 然後下車結完 他要把那個紙條還給我 然後跟我說這個 那個這個是我的Line 他這樣講 我乘客說那個是他的Line 然後問我要不要夾 要夾的話 就給你夾 他不夾也沒關係 然後我就看著他默默的離去 我就看著Line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就搞不懂是什麼意思 用在兩個人用手機 馬上夾就好了 男生女生 他是女的 女的 他長得怎麼樣 是年輕的 但是他有些坐車 像我們常常服務到 會去一些比較 比較就是也是一些神壇 神壇 對 他說是從台北下來 因為他的狗狗可能往生 然後他就是覺得 心情不太好 需要去 然後才 可能透過網路來朋友介紹 然後說彰化有一間很有名的那個 然後又很神秘 我就不知道那個 那個師父他們在通電話 他是 都 說停到巷口 他不要載到門口 然後是停到某個地方 然後師父出來迎接 所以其實在 他們在做什麼 我其實也不知道 他就覺得 想要跟你開房間 整個 想要開房間 我會先看他的長相 有沒有 當然是拒絕 那個仙人跳機會 這個有沒有 有啊 有啊 當然有啊 就問我姐姐那個 說弟弟啊 因為我比較年輕 有時候都會叫小姐 他說弟弟 你要不要跟姐姐一起去 這樣去開房間 我就說不要 我都會說家裡還有人等這樣 那他就 他會說 哎呀 跟姐姐概名被存聊天 不會怎麼樣 講這麼明喔 好